哈喽,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小人广池TV 我现在在江苏南京 为什么又是大晚上出来呢 昨天晚上我出来其实是准备找一个 就是我之前来过一次的一个地方叫南京鬼市 南京鬼市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每天晚上的12点钟 然后一些摊贩会有一些群组 然后他们会临时通知我们在哪里聚集 然后我们在哪个地方去进行摆摊 然后我今天刚刚联系了小杜小杜同学 小杜同学跟我说 今天你们想要去吃这个鬼市就得就要去那个江陵 在江陵 然后我到了江陵这里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很多的一些这个执法的一些人员都在这里 然后包括城管大队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啊 然后到了这里之后发现摊贩一开始都已经摆出来一点了 然后又被这个帽子收拾啊 对就又赶走了 所以南京鬼市真的是神奇的存在着 所以刚刚我又打电话问了小杜同学 因为小杜同学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渠道 能知道这个鬼市到它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们从市区开车开了20分钟到了江陵区 到了这块区 然后发现它不可以摆 然后现在再得回市区 今天的鬼市的地方是在这个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的叫紫云大道 刚刚搜了一下 大概导航时间过去大概可能要20分钟 所以我们现在又准备开车啊 从江陵这里再过去 然后为了拍一期节目 对吧 城老师够意思啊 大家给我点赞关注啊 然后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 最近我应该一直都会在这个南京啊 或者是南京周边的一些地方 给大家看看我家这个周围啊 附近啊的一些美食美景 大家点赞关注啊 点赞关注 好我们现在开车准备到真正今天要开鬼市的地方 紫云大道 好了跟我们一起走起来 啊我们现在到了这里了 哇这个还没有到呢 这个还有 还有500米呢 这个门口就已经停满了车了 这里 哇他们的行动能力 移动能力 和组织能力 真的是超牛 全是车停在这里的 堵成这样 我们先找个地方停车 停下车来 大家进去转一转啊 正在通过拥堵路段 走到了这里啊 这里现在就是定位的 这个叫紫云大道这个位置 哇塞 小摊小贩已经全部都摆出来了 哎呀 红灯 我差点闯个红灯 我已经摆出来了 那边全都是啊 找个地方停车去 啊车停好了 车停到了 刚刚这条路 一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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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了下一个红绿灯 这里才有停车的地方 全是人 我真的是太佩服他们了 厉害 真的厉害 真的厉害 哦 我们终于走到这里了 哇塞 大家看 真的是太帅了 老窝冰咖啡 陆陆续续还有摊在往这里赶啊 为什么会往这里赶呢 是因为刚刚之前我也说了 他们之前通知的那个点 是在那边 对 然后 然后现在换到了这里 所以就 大家都在往这里赶 太厉害了 麻辣砂锅 西纸花甲 哇 我这个爆菜名 我估计都能 爆爆一整集 走 狗马路 驴肉火烧 这都是刚刚赶来的这些摊 这个叫什么 刚刚看到一个叫 泰国香蕉煮 长沙臭豆腐 提拉米苏 这个势口抢得好啊 抢得好 抢得好 还有刮彩票 还有刮彩票 继续往里走哦 手工提拉米苏 手工提拉米苏 这里还有很多卖宠物的 对 好可爱 一点点大啊 高压锅生蚝 杂精蛋 这个杂精蛋都是网纪里面自己装东西的花香室 我记得 这条麻将 这条麻将让我想到了我们前段时间在台湾呃玩的那个台那个麻将的那个游戏 哇一副一副的麻将 我们在台湾也是也是看到这种 天魔无敌防窥膜 天魔天魔无敌防窥膜 天魔天魔无敌防窥膜 笑死了 这里还有弯拜佳乐的 好玩嘞 然后拜佳乐的摊 这里手打柠檬茶 哇 在后面 厉害 厉害 这就是炸里脂 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油炸里脂 火焰牛肉 这个火焰牛肉可以 这里还有算命先生的 还有算命先生 这里 烤口膜 哎 你看他们现在这个这个棋子树的就是就是 越来越有那个台湾夜市的气势 台湾夜市就是 树满的棋子就是那种 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 那这里还有东北大洞梨 啊 卖丑屋子 那有套圈 套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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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这个套圈啊 套圈 这个 这个阵仗摆的还是可以的 这个奥充满真的是 变黑了就是肖恩哥 哈哈哈哈 好 这儿又有个新的游戏 这个就是 这就是 投这个球 然后这个球投到这个杯子里面是 是钱 啊 能看见了上面有10块的 然后就 后面有100的 你往这边走 你往这边瞧 你往这边瞧 黄金蜂球 同玩具游戏 疯狂来袭 哇 厉害 啊 这里还会有很多的 这个香水啊 啊 那些 嗯 仿的表啊 一比一啊 一比一 我们说一比一好了 先拿来调酒 调酒 这个是什么 东北特色大饭包 这个 嗯 投币啊 投币 投到上面就是 多少就是多少钱 好玩 是好玩 哇 哇 这条鞋好长啊 三块钱一个啊 买十个送一个啊 哇 三 这个羊肉串太带劲了吧 这个小煙秋的啊 可以 前面 你三号啊 这大哥 穿的也挺牛 锅上带着这个香脸 来羊肉串 牛肉串了啊 过来看过来瞧啊 这羊肉串可以 这羊肉串绝对可以 哇 这个老挝冰咖啡 泰式柠檬绿茶 刚刚还在那边呢 现在就已经到 哇 这还有个大青蛙 哇 大油边羊肉串 完蛋了我跟你说完蛋了 我都已经不知道要吃什么了 哇 这家店牛逼啊 这家店 庆祝老板前女友离婚 牛杂牛粉 现在特价 十一块九一份 太牛了 太牛了 哇 这里有卖冰榔的 这是海南的那个冰榔 海南的那种 大 是大颗的是吧 大粒的 大粒的 我们在那个 那个台湾吃的那个 都是比较小粒的 就不知道一点点大的那种 对 哇 这个可以啊 这个跟真枪一样的 而且还有监视器 这里 这里就直接就是 爆靶系统都有 哇 太厉害了 然后它的靶在那 树丛里 那要是走过一个人 不知道 嗯 可以 这个铁板鱿鱼 啊 这个看上去干净卫生 对干净卫生 真的是可以啊 看到远处的那个爱心 上面写了几个字 大家看一下 你问我全世界 是哪里最美 答案是你身边 太浪漫了吧 但是它是卖柠檬叉的 你没有 有没有惊讶到 哈哈哈 可以啊 然后继续往前走 前面还有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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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美食街区 对 哇 这个新阿尔良烤鸡腿 带劲啊 哇 这个大鸡腿就是 这个大鸡腿就是 抱枕吧 应该是 哎 香肠 这个香肠一看就好吃 这个大的这个香肠 而且是它说的是自己 灌的海鲜的这个 鲜肉的大烤肠 我觉得这个烤肠肯定不会 肯定不会 不会 不会难吃的 东北烧烤哈尔滨马茧大油边 大哈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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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招牌 哇 这个街头牛排 这个 哇 还在滋滋冒油 老板 这是圆签吗 圆签啊 嗯 带劲 这个肯定好吃 三镇七圈 他们是 他们是 食品公司 所以 所有的证件全部展示给你看 对 会是三个摊位 会是三个摊位啊 就叫工厂牛排 是吧 厉害厉害厉害 哦 大家看一下 这个工厂牛排这个摊位 紫色的这个区域 全是他们家的 他圈了一个这么大的区域 哇 厉害厉害 哇 看到马路对面啊 这个马路对面 这是什么啊 我在反面看的是 黄金雅铃大挑战 他要干嘛 我来看一下 我去看一下 我去看一下 这什么什么什么挑战 极限力量和极限实力 感受一下你的力量 到底我瞧 燃烧你的热血 80公斤 哇 哇 三十元可以试三次 你的实力 你的实力 简单就拿简单的奖 那泳士 拿泳士奖 打到王者就拿王者奖 最高是3000的奖下哈 啊 这个我不太适合 哈哈哈哈 这个我不太适合 他说这个80公斤 拿三分钟奖励3000块钱 这个我我臣妾做不到 真的是 做不到 做不到 我们现在走到了这条路的头 这是什么 一凉你的手就知道晴雨 信什么 算了 这种事情 然后走到这头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红绿灯路口 这个大的红绿灯路口 然后晚上这儿都是被封闭起来了 然后去做了这个夜市 然后坐到这里 基本上就是这个南京鬼市 今天的算是一头一尾的这个头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 我们再往前走走看看有什么吃的 我们就准备买一点吃的 然后就准备坐下来 坐下来 我们就尝一尝这里的这个美食 尝尝这里的这些摊位的这些东西 哇塞 大流氓 这是什么大流氓 哇它这个油的好像都要烧烧焦了的那种感觉 好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摊位 这摊位就是叫串串串串串 今天我也喊了一个小姐姐跟我一起 啊你要吃什么你就拿啊你要拿拿拿拿拿 想吃什么拿什么 对 这个是什么花菜啊 在哪个海带呢 你看人 也刚才能拿 还有什么呢 还要吃什么 我 那个 我 这个青椒是吧 来个这个青椒 哎 还有呢 我帮یں 爪子 这个爪子怎么拿 一爪四块 四块 縮骨 压咬 压地 十块钱三个 额 那就拿四块这个 好的 要几个 拿几个 不 俩 好的 来了吧 一元一块 再来一个豆干 吃不下了 等我们看看 还有什么其他吃的 这可以丢在这里面吗 可以 行 丢在里面 对 一共多少钱 算一下 16 大包 来 尝尝 一元一块 十六 好了 说你拿这个是手机还是直播的 不是直播的 相机 对 好 继续往前走 尽量啤酒 开车来的 我们就不喝酒了 刚刚路过这里 他还没有冒烟 然后一走 他就冒烟了 太厉害了 这种 哇 这个甘蔗汁 这个甘蔗汁可以 我要来这个 可以现炸吗 现炸一个 你吃一个是吧 两个 两杯 要加冰还是不加冰 我要加冰 两个加冰 多少钱 两杯26 两杯26 哇 这个现炸的 现在的甘蔗 这种甘蔗应该是甜的 清火的啊 云南的甘蔗 就是云南的那个做红糖的甘蔗都是这种青的这种甘蔗 对没有提炼那个红糖的都是这种东西 就是从云南发过来的 对 现在这边没有甘蔗 嗯 这边的江苏这边的甘蔗要等到冬天 要冬天才有 嗯 这边现在都是云南 您好 好 直接打开吧 对 我让我听见了 发现你别不发现你 这边刚接下来的 好 哇 真的是 兄弟们 我真的是 一头汗 我这个走热死了 啊 好喝 好 谢谢 这个炒饭炒面可带劲了 炒面 特别烟火器啊 真的特别烟火器 加酱油 哇 厉害 我特别喜欢吃这种街边的这种炒面炒饭 还有炒凉皮 真的 哇 这个摊位 哇 这个小龙虾 这个是蒜泥小龙虾 13小小龙虾 那个是田螺 这边还有个小螺蛳 哇 这个摊可以 这个摊可以 这怎么卖的 994斤 994斤是吧 哇 好 有生过孩子的吗 没有生过孩子的吗 这里有一个分娩疼痛大挑战 然后这里就 6级 7级 7级 哇 真的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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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厉害厉害 这可以 这可以 有生过孩子吗 有没有生过孩子的吗 你们知道这种疼痛是什么样子的吗 哇 太厉害了 哇 这里围了这么多人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套大鹅 啊 套大鹅 哎 真的有被套中了 你看 套了好几个 这脖子上 有圈子是不是都套中的 那他们会统一的低腿 哇 哇 50块钱30个圈 100块钱70个圈 我会躲的 这两个 忽悠他 来回来忽悠他 他们会统一的躲闪 统一躲闪 哎 哎 这个好哎 哈哈哈哈 这个搞笑 这个有点搞笑的 那他们会一起一起把这个脖子往下往下往下降 对啊 这个军性走来走去的 对他一直在走 哎哎这几个被套中的 哎被套中的 套中的 套中直接拿走 哇 直接拿走 厉害 啊也可以不要 就是套中了也可以不要 不要就是老板转钱 可以老板回收 不知道老板回收直接回收 咳 那我知道老板的这个 这个这个做法是 他就这样很很生猛的把这个 这个额 这个压这个额 给给给给给给 给这个套中的人 然后然后他们觉得没有办法拿 然后他就会说算了算了老板你看多少钱 那我卖给你吧 你那麦三十五中研三十个圈 那套中的多了 一半 套中的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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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回收多少钱一只啊 七十 七十块钱一只啊 那五十块钱三十个圈 你要套中一个 就回本了 直接回本 还赚了 对 还赚了 这套中的几率 老板把圈做小一点 套中的几率就不小了 把圈子口径做小一点 圈子口径 吓死了 小个人没玩 穿在小个人也不玩了 啊 这可以 这可以 他这个就 摔灯泡游戏 就是这种老的这种无私灯泡 摔炮就有奖 摔三个奖金两百 摔两个八十 摔一个 奖献金三十 三十块钱三个灯泡 这个挺有意思的啊 这个贵羊糯米饭啊 这个腊肠腊肠和显蛋黄是吧 对 给我来一份吧 这是糯米啊 然后这边是有什么不吃的您看一下 折耳根不吃 除了折耳根以外呢 除了折耳根以外呢 其他应该都没问题 属于残畏的 这个是稀少五花肉炸的 都吃 嗯 都吃都吃 稀少就是五花肉炸的油渣是吗 对对 可以这么理解啊 对 可以理解腾的油渣 嗯 辣呢 是微辣还是辣一点 嗯 微辣好了 然后那个 能不能给我加一根这个肠和一个咸蛋黄 可以 我觉得这个肠和咸蛋黄应该很好吃 哇,撒点汤 这个汤肯定是为了提鲜用的 我懂,我懂,我懂 嗯 谁办法要给你压睡了 好 它这个是要包起来的,是吗 对,它包起来 它是包起来的 吃起来就比较方便一点 哦,它是这么回事 那跟我们南京的煎饼包油条 哦,不是,蒸饭包油条 还是有区别 还是有区别 对,这是我们自己饿的酱酱 这边的饭比较香 你尝一下就知道有区别 好的 现在有一点烫,你过了一会儿吃 对,我过一会儿吃 现在吃不了 哦,多少钱 16块 好 大家还记得这个吗 芝士泡菜五花肉卷 哎,在南京也有了 这是我们在台湾的夜市里面 吃到了这个五花肉 泡菜卷和这个卷葱 在高雄 应该是在高雄 高雄的六合夜市 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 这个是啥呀 哦,它是拿一片树叶 然后你给它一张照片 它就把它叼上去 它这是 这是,啊,用这个激光打印机 对,然后在这现场给你做 现场做 啊,真厉害 这个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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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有特色 在哪里 在几人大道 这是卖什么的呀 这是卖什么的呀 卖水的 卖水的 反正我知道 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所有的这种 这种 这种 在夜市里面卖水的 卖饮料的 我觉得 都是跟这个主办方有关系的 哈哈 一般来说都是这样的 这个啊 刚刚路过的 回来的这个庆祝老板娘前女友离婚啊 对 所以特价啊 我们来搞一个这个 来搞一个这个 来个牛杂粉 大碗小碗 小碗11块9 大概18块9 来个大份吧 哎 18块9是吧 高级你都会吃 这个这个跟18块9跟前女友没关系是吧 啊 有关系 前女友套餐大份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前女友套餐大份 所以18块9 前女友套餐是11块9啊 哈哈 这个跟前女友没关系 小子 啊 坐下来吃大碗呢大碗呢 大碗呢对 这个羊肉串看起来就还不错 羊肉串怎么卖 啊 要拿十串好 这个羊肉串一看就相当相当相当 拿十串等会来拿行吗 可以 啊 四块钱要不要拿 啊 呃 呃 呃 三十啊 好了啊 呃 呃呃呃呃呃我马上来拿啊 好 这个羊肉串也买好了 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吃的 哇 这个真的是热啊 热死了热死了热死了 嗯 还有什么吃的 买个这个礼姬好了 礼姬怎么卖啊 我要拿十块钱的 呃 呃 呃 微辣 这是先炸好的是吧 嗯 好 十块钱 哇 这个自然粉是吧 对 对 辣椒粉 好了十块钱啊 好 谢谢 啊 这个 酸梅汤怎么卖 嗯 呃 呃 不要 直接给我拿那个就是了 拿两个酸梅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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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块钱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吃啊 先尝尝一下这个 这个 鸡 哦 不行我热死了 哎 这里真的像我们小时候吃那么多了 嗯 好吃的 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可能更红一点 可能是加了什么不太健康的东西 现在可能就健康一点 稍微健康一点 好 好 好 我把他点了一个这个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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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真会插呀 他插在这个塑料袋上 那前两天刚刚说的烤芙 甚是过来 这个烤芙在我们这里之前很老早的时候 就是 叫五面筋 是的 哦 有点辣 再来尝一下 刚刚我们买的这个 叫 叫 叫 贵州 不 米 什么在来着 那个玩意 贵州 翠少木 翠少木 糯米饭 你的记性好好 就是不太愿意录个镜 他不愿意出镜啊 不是我不害爱 是是因为对吧 我们尊重一下他人的饮食 不愿意不愿意露面就不露了 来看一下这个 冒着热气啊 没有大哥你要睡了吗 你能给我找一张那个 这个 哇哇哇 这就是那 会哨 又夹着那个五花肉 蛮想吃那个烤肠在哪里 哇哇哇 所以说到个看看 什么东西刚干的 塑料看 烤一半绞一半 把足的全拿剪刀剪了 这个辣椒真的好吃 我吃的这种味道 这辣椒真的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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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辣椒真的很好吃 我去拿羊肉饭去 我站在那儿站一下 站在那儿一头汗 我去拿羊肉串 可以啊 来 拿一下 我来看看是时间的 好 来 我请 现烤的羊肉串还是好吃的 打包外卖的一种没有的味道 我觉得它可以烤的再老一点 可以 吃完了 实在是受不了 把这个东西稍微收拾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撤了 这个地方大家是很难找的 因为它不是说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地址 它每次的摊的位置都不一样 所以真的想要在南京找到这个鬼市 可能就是什么抖音搜一下 或者是问问南京本地的朋友啊 这样的 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好像其他办法真没办法找到这个夜市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然后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江苏 有机会到南京来玩的话 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夜市文化 好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